中用即棄膠飲馆 還用即棄膠飲馆? 當然是自備飲馆 不過身邊有朋友說 沒有帶袋外出的習慣 靈置飲馆好像不太方便 最近被我找到這款 靜靜方方可以摺得 又可以重用的飲馆 可以放在袋子或衣袋 馬上看看好不好用 這張小張卡片 名為Straw的摺式可重用飲馆 是怎樣用的呢? 其實這個Straw是很簡單的 你在你的衣袋裡 就這樣拿出來 揭開它 然後就可以把它變成三個型 摺幾下 變成一個很簡單的飲馆 而且它是唯一可以這樣摺 而省得開小的飲馆 在2018年1月的時候 我已經有這個想法 是想做一些重用的飲馆 因為我是一個不帶袋外出外的人 我發現很多男士 其實都很少會帶一個袋外出外 所以要做事的時候 很多環保飲馆有一個很大的共通點 就是它是一條很長的飲馆 你很難拿出外 不斷去想不同的方法 你可以看一下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店 其實有試過 好像一條彈弓 有試過 很多摺法都不同 都試過 最後我們都是沿用回 我們之前有一個產品 叫Flippan 用回一個概念 去繼續改變成一支飲馆 在那個當中 其實我們三角形 其實我們的嘴是不會舒服的 但是最難要克服的 就是由三角形變圓形 然後還要不流水不流氣 浪費了很多時間 在那個微調的上面 我們現在也是申請這個繁榮專利 有可能是過多一兩年都會拿到 不過飲馆經常摺會不會很容易爛架 Jason說 用的物料是PP塑膠 很多時候都會用在食物盒 和經常對摺的產品上 俗稱白摺膠 Straw可以用到超過一千次 大概兩年都沒問題 我們是想製造一個品牌 是一個時尚的 還有一個時尚的 所以我們會用一些很特別的顏色 會令到整件事不會讓人覺得 環保一定是很文青 很素的感覺 環保是一個生活風格